记者陈燕霆屏东报道 屏东是56岁的高姓男子 因为生活经济问题压力太大 想不开之下警告别妻子 鼓声一人开车到港边打算跳海轻声 还把割腕后写淋淋照片传给太太 所姓北在附近巡逻的警网即刻救援 为让汉事发生 东港警分局兴隆派出所警员李品如 谢一良两人昨天晚间巡逻时 霍屏东分局建国派出所转报 指高男独自驾驶一部自小客车外出 还扬言要前往西原湘沿域与港跳海巡逻 两人急忙前往沿扑港搜索 远景随后果然在于港内低房路边 发现一辆门窗紧闭的汽车 查看后发现一名男子神情恍惚 面路绝望地坐在驾驶座上 疑似就是高男 远景进一步关心后 赫然发现高男左手腕上有刀伤 还有大片血迹 赶紧通知救护车载送就医 经治疗后并无大碍 成功阻止汗事发生 你太太烦恼到快死掉 警方到场后 为劝高男就医 不断向高男表达高期担心受怕的情绪 索性亲情 爱情公事生效 换回高男警方调查 高男打零工为生 经济压力大 昨天先是向妻子传讯提言 要到盐浦渔港跳海 随后他并以美工刀自残 还以LINE传讯息及割腕照片给妻子告别 高期于收到照片后 惊觉是太严重 加上高男还留下晚上就知道了等言语 本就相当担心高男会做出傻事的高期 赶紧到平东建国派出所报案 索性好警方积极通报 及时巡获 阻止异常可能的汗事 高期事后则是数度向警方表示感谢 感谢警方能伸出援手协助就其丈夫一命